请用准备平安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今天是什么日子 啊 520蔡英文演讲对不对 什么日子520 今天是The Day of the Pentecostal 这是五旬节 这一天 今天这个日子 也就是教会成立的日子 所以2000年前 当诸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赐下一个大使命 说你们要去死万民族的门徒 所以当他的门徒开始传扬福音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的十天 圣灵降临就成立了教会 这就是The Day of the Pentecostal 这个声音好像有点回忆是不是 OK 还能听见吗 我觉得很不习惯这样 因为我老是在听 我讲话的声音 是不是 OK anyway Welcome to Moody Institute 今天我们特别欢迎 Moody神学院 有几十位的男子师班的同学们 来到我们当中 OK OK When I was 20 I was thinking about start my theological education Moody was one of my choice choices But eventually I continue my education in Sweden in Finland in Europe But anyway So welcome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have a ministry with you 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准备要去读神学 Moody就曾经是我 非常考虑 要去读书的一个神学院 这个神学院是以信仰严谨保守为重点的 那么今天 我们还是会继续讲 哥林多前书 第七章 开始讲第七章 我希望是用十几堂的时间 大概十一堂到十二堂 我们会把整个第七章讲完 因为第七章非常重要 Today I will preach 1 Corinthians chapter 7 This is the passage very important for Paul talking about marriage unmarried divorced non-divorced whatever I guess you guys most of them you are not married yet right so it's good for you to start to prepare your heart 我们将会用二十堂 将近十几堂的时间 把整个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走完 那么在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我不是在谈信 但千万请你不要断章取义 你说你牧师每个礼拜天早晨在谈信 那就麻烦了 我们是在谈论 保罗在圣经当中 如何教导关于婚姻 关于没有结婚的 端一已经结婚的 包括在婚内婚外的各种关系 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 可以连续不断地 能够来参加这个聚会 并且能够走完这个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那我也希望可以 你可以介绍你的朋友们 或者是特别是主内的弟兄姐妹 可以很严谨地来听这个系列 我们一起来打开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一到七节 请听我来念 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是 我说 男不敬语道好 但要避免淫乱的是 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 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带妻子 妻子带丈夫也要如此 妻子没有权柄 主张自己的生子乃在丈夫 丈夫也没有权柄 主张自己的生子乃在妻子 夫妻不可彼此亏负 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 为要专心祷告方可 以后仍要同房 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尽 引诱你们 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 不是命你们的 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 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 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那样 那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 是因为他已经开始了 保罗回答 哥林多教会书信当中 所谈到了一系列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他一开始说 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 在前面一到六章 都是在谈 保罗回答他们 在问他的问题 就是跟他碰到的时候 传言传到保罗那里的 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从这一章开始 保罗就开始进入到 哥林多前书的第二部分 是专门谈他们信中所谈的 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到底他们信中 谈了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我曾经讲过 保罗曾经写过四封信 给哥林多教会 而这其中的哥林多前书 只是第二封 在前哥林多前书当中 保罗讲到了很多东西 但是可能很抽象 可能也有谈到婚姻的问题 可能也有谈到性的问题 可能也谈到离婚的问题 等等等等 但是哥林多的教会不明白 所以哥林多的教会 就写了一封信给保罗 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保罗就根据 前哥林多前书 所带来的问题 他写了哥林多前书 那么在这里面呢 你看整个第七章 你会看到四十集经文 大概谈了六到七个大问题 第一个他一章七 一节到七节 就今天我们要讲的 是谈论已婚的人 在婚姻里面的 关系的问题 接下来在八到九节 是谈论关于独生的人 或者官寡 就是配偶过世的人 他们应该怎么样 后来又谈到什么 已经结婚的人 应该保持婚姻的状态 而接着又谈到 对于还没有姓主的配偶 应当如何 对于未婚者的 一系列的建议 是从二十五到三十八节 有一系列的建议 给没有结婚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教会有很多 还没有结婚的人 就像Mood Institute 这些男孩子 可能都没有结婚 接下来最后他谈到 对于已婚的妇人 如果你整个看 哥林多前书七章的二到五节 它的结构 请把PPT打出来 它的结构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那种 经文平行 经文平行 你就会看到 它最最重要的 就是像一个sandwich 一层一层的 最重要的 它中间就是提到 妻子没有权柄 主张自己的生子乃至丈夫 丈夫也没有权柄 主张自己的生子乃至妻子 丈夫对妻子 妻子对丈夫 然后接下来 上面的两层 是丈夫当用合一之分 带妻子 妻子带丈夫也要如此 这是说 丈夫跟妻子彼此 所拥有的权利 而到最后 第四节说 第五节说 妻子 夫妻不可彼此亏父 除非两厢情愿 暂时分房 为要专心祷告方可 这也是讲到权力的问题 最外面的一层 上面说 为了避免原谅的事 下面最后说 免得你们什么 情不自禁 被撒旦所引诱 所以它整个的结构 在两节到五节 是一个非常严谨的 像一个sandwich一样 是一层一层 可以被拨开来 所思考的 但是呢 如果 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你没有它基本的背景 我告诉你 你基本上 整个这段经文 会被错误解读 你如果去读五年前 五年前 所有中文圣经 中文世界的解经书 我可以这么大胆地讲一句 五年前出版的 任何一个中文世界的解经书 对这段经文解读 基本上 基本上都偏离了 为什么 因为在这段圣经的背景 基本上 他们没有注意到 保罗到底是在对谁讲话 保罗在这里面 你知道 他所面对的一个很大的群体 用那个 Gordon Feet的词汇 说 是Spiritual Eschatology 就属灵的末世论者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他们以为 The Day of the Pentecostal 五星期已经来了 教会已经成立了 耶稣马上要再来了 所以当耶稣马上要再来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 婚姻也不需要了 所以有些人就不结婚了 有些人结了婚 也不过夫妻生活了 有些人 根本就是离开他的丈夫 或者妻子而去了 所以教会当中出现了 很多奇奇怪怪的论调 其中一种原因 就是因为所谓的 Spiritual Eschatology 就是属灵的末世论所引起的 因为他们觉得 耶稣马上再来了 所以呢 有些人就拒绝结婚 有些人就放弃婚姻 而且还有一些人 产生一个群体之后 所谓的Eschatological Sisters 所谓的末世的姐妹们 这些姐妹们呢 他们每天聚在一起 就像当时宋博士 出去讲道的时候 老是有一群姐妹 跟着宋博士 到处走 也不回家煮饭 也不回家带孩子 也不去工作 每天跟着宋博士 去传福音 啊 很high啊 这一群人 在保罗时代也有 他们这群人被称为 叫Eschatological Sisters 而这些人 他们可能对保罗 有一个完全 misinterpretation 就误解了保罗 在加拉太书所讲的 你们受洗归路基督的 就是披带了基督 不分犹太人 悉尼利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或女 在基督里都是一个了 就说 你们信了主之后 没有男女之分了 就结婚点不需要了 什么都不需要了 因为你们都是 一样的人了 但是他基本上是误解了 所以保罗说 论到你们信上 所提的这些事 保罗到底提到 哪些事了呢 保罗到底回答了 他们哪些问题呢 保罗说 难不敬语到好 这些圣经本身很难解释 我等会特别讲 就是夫妻之间 难道就不需要 有信爱了吗 接下来他又说到 观寡的 一方善偶的 又当如何 他还讲到 离婚的 基督徒是否可以离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对我们来说 还有谈到 信的人跟不信的人 是不是可以结婚 或者结了婚之后 是不是要离婚 等等等等 这对我们也很重要 还谈到 单身的情况 还谈到 被偶过世之后 是否可以再婚 所以你就看到 耿各哥林多前书 第七章 非常重要 因为保罗 谈到了几乎每一个部分 保罗几乎谈到了 婚姻的每一个角落 保罗几乎谈到了 今天基督徒 也同样会面对的 跟两千年前 所媚体的问题差不多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保罗说 我说男不禁女倒好 我告诉你 中文翻译 首先出现一个大的问题 他说 我说男不禁女倒好 我说这两个词 是中文和和本的 翻译的人加进去的 为什么 因为在原来里面 文字里面没有我说 因为有没有我说很重要 因为一加我说 就变成保罗说 男不禁女就好 但是这句话 不是保罗说的 传统的解释 认为 我为什么说 传统解释 很多时候偏离了 是因为他们把我说 放在里面 一般我说 就变成保罗说 你们男的不要碰女的 我看看老 我爸爸 我从小看我爸爸 老是碰我妈妈嘛 不管我在不在 他都要抱着我妈妈嘛 那保罗说 男不禁女就好吗 他不是的 我告诉你 因为保罗这里 这里是引用了 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口号 哥林多教会 所谓的那些 Spiritual Exchatology 属灵的末世论者 他们认为 男不禁女就好 好了 这就一个问题 这句圣经 男不禁女就好 中文翻译很模糊 到底什么意思 是不是 我也读 我从十几岁读这段圣经 读了半天读不懂 很难懂 男不禁女就好 什么意思 后来我读NIV 翻译 我后来发现 从1982年版本的NIV 到1994年的版本的NIV 翻译全部错 为什么我说他错 你说你这个嘴 怎么这么打 你敢说人家 英国 美国人 美国人最顶尖的 圣经学者 福音派在一起 翻译的NIV 翻错了 为什么 因为后来在94年以后的版本 他修正过来了 因为他说 他在1984年82年的版本 他说 A man not to marry 就说你们不要结婚好了 这又更加糟糕了 如果保罗说 男人不要跟女人结婚 哎呀 我告诉你 整个这一段就偏离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很多传统的翻译 就把这一段改 解释成为 男人不要跟女人结婚 所以因为什么 耶稣要来了 所以男人不要跟女人结婚 是这个方向去解释了 后来如果你去看 KGV King James Version 跟New King James Version 他们的翻译都是什么 A man not to touch a woman 是一个男人不碰女人 不要碰女人 但是我告诉你 后来到了NIV 94年以后的版本 他把它翻译成为 A man not to have a sex sexual relations with woman 明白了没有 所以意思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保罗到底这里在谈什么 中文的翻译很模糊 模糊有它的好处 因为你的想象力很丰富 可以 我不是开玩笑 真的 因为什么呢 你可以这样翻译 可以那样翻译 对不对 因为当时我想和和本的翻译的人 试不准 到底应该怎么翻译 所以他不敢随便用词 他就用了一个pong touch 有点意思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touch 在希腊文当中 在圣经的处境当中 常常指的就是 sexual relationship 性的关系 保罗到底在讲什么 我告诉你 在这段圣经里面 保罗一个最基本的性题目 最基本的题目 就是他到底对谁在讲话 是未婚的人还是已婚的人 传统认为 他是对未婚的人讲不对的 今天的学者 主流的学者的意见是 保罗是对那些 已经结了婚的人说 而且保罗在这里 是引用了哥林多人的口号 因为哥林多人说 我们不要有性关系了 也就是说 哥林多那些结了婚的人说 我们不要有性关系了 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我已经讲过 有一群叫 eschatological sister 莫斯论的姐妹们 他们在这样声称 那今天我的重点 要讲什么 我今天重点不是在讲 婚姻之前 是否要考虑 进入婚姻的问题 这个主题 今天一到七节 不是讲这个主题 今天的主题是讲 婚姻内的关系 基督徒已经结了婚的人 你们在婚姻里面的关系 当时怎么样的 特别是你们在婚姻当中的 性之间的关系 应当怎么样处理 从三个方面讲 第一 从婚姻的设立 从婚姻的设立 保罗说 但要避免淫乱的是 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 女人也当各有的丈夫 你知道这些圣经 我说为什么有传统 跟当代两种典型的 这个区别 如果按照传统的翻译 就是说 他很容易就变成什么 在这里保罗在谈婚姻的 普遍原则 是在探讨 是否应当结婚的问题了 但是 当代最近的研究 也就是说 这十几二十年来的研究 发现保罗是针对 哥林多教会的特别的状况 是教导婚内的性关系 所以 马丁路德的解释 这些圣经 跟天主教完全不同 因为天主教就说 这段圣经是 神职人员可以 保持独生 的原则 但是马丁路德说 不对 这段圣经恰恰相反 是说神职人员可以结婚 当然我跟着马丁路德走了 OK 然后呢 在这里面 如果你按照传统的看法 你就会看到 是一个负面的结论 为什么 因为说 但要避免淫乱的事 所以什么 你们要结婚 对不对 如果保罗是对那些 还没有结婚的人说 你们去结婚啊 为什么结婚啊 因为结婚可以避免淫乱 这样的话 我告诉你 保罗对婚姻的看法 是很负面的 非常非常负面的 为什么结婚呢 是为了要避免淫乱 不对的 但是 如果保罗是对 已婚的人说的 是在谈婚内的这种关系 他在这里面 其实是什么 强调的 说婚内的 这种性的关系 是上帝设计婚姻的初衷啊 为什么这么讲 创世纪第二章 你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有没有读过啊 为什么你是我 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在希伯来文 原来的文字当中 作指用的是一个 非常露骨的描写啊 就是什么 就是性的关系啊 在婚姻里面 这种性的关系的设立 是上帝当时设立婚姻的初衷啊 而且保罗说 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 女人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他没有说男人当各娶自己的妻子 女人当各娶自己的丈夫 他说已经有啊 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 是说明你们已经有了 你当各有自己的妻子 在这里面 实在是在讲 信徒在婚姻里面的这种关系 信徒在婚姻里面 说已经应当享受上帝 当时设立婚姻的初衷 而且说各有自己的妻子 各有自己的丈夫 自己的 什么 一夫一妻 看到没有 一夫一妻的圣经依据 有没有看到 所以有人说 成功的男人背后 都有一个 成功的什么 女人 对不对 a woman 有的人说 woman 那我不接受后者了 我只接受 a woman OK 就是这里 所以在这里面 你就会看到 当时在哥林多的教会 有些人对婚姻很负面看法 有些人在对于婚姻里面的 那种性的关系的看法 也很负面 在教会的历史上 你会看到 有很多很多时候 我们对婚姻的看法 是很负面的 甚至 对婚内的那种 性的关系的看法 也很负面 昨天我还跟 跟Winnie在谈 我们在谈那个 瑞典历史上 在十二世纪 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 叫Om 他是一本书叫 Temple Rit 就是瑞典文 他就是 The Temple Rite 就是说 在瑞典最有名的 一个圣殿骑士 Om 他的生平 他原来的父母 就是他的母亲 是一个很有本领的女人 后来他结婚的时候 他的家族就发展得很快 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妈妈特别有能力 而且 这个丈夫是以 这个妻子为荣的 当时在瑞典的教会里面 有外国的使者来 连主教都不懂的拉丁文 那个妈妈去翻译 妈妈能够翻出来 所以呢 这个妈妈替这个家族带来了荣誉 带来了名望 带来了财富 但是 在这个婚姻里面有个很致命的问题 就是什么 他们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难产 你知道那个时候 十二世纪 一一几几年 好多孩子都死在 难产当中死掉 当时生孩子是女人 一个很大的风险 所以当他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 妈妈就很紧张 他不太敢再冒这个风险 但是还是很难产 所以我感谢上帝 这个孩子生下来是个健康的 就是后来成为一个 Temporary 这个很著名的那个Temporary 那个就是Om 但是呢 因为这个事情 这个妈妈就不敢 在这个婚姻里面 有这种性关系 跟她的爸爸 因为她很胖嘛 也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这个爸爸 跟他们的一个女仆好了 这就是圣经里面的 那种故事很多 让我们看到 夏甲 跟什么 跟萨莱的故事 所以你就会看到 那个时候 女人对于这种性 是很担心的 因为在这个里面 常常会带来很多 意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他们对这种性 有一些恐惧 以至于对性 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 那个 在 我记得 我早期在中国家庭教会 服侍 有过几次 当时我在海外 我常常每年都回来一两次 我会探访不同的教会 那其中有一次 我在上海 就碰到过一个弟兄 他就跟我诉苦 他说 他说他的太太 去不知道 上了一个什么课程 好像是 哪个国家 我也不提名字 反正在我 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国家 常常派宣教师 到中国来 那有些教导 是很荒诞的 其中一种教导 就是说 你们要接近神 你们如果为了 要接近神 你更接近神的话 你就不要跟你的丈夫 或者配偶 有性关系 所以这种教导影响下 这个太太 就产生了一种 对性完全排斥的观念 以至于什么 夫妻关系完全出问题 这些都是对婚姻 的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解 因为在圣经当中 让我们看到 不是这样 在圣经当中 让我们看到 婚姻里面的这种性 是上帝的初衷 上帝设立婚姻的时候 他就是已经设立了性在里面 他设立婚姻的时候 他就是希望男女 可以在当中 能够产生 爱慕 爱恋 并且因此也产生 爱的结晶 就是他们的儿女 所以在早期的教会的时候 很多人 他们 看这个婚姻啊 仅仅 这种性的关系 只是为了产生后代 这个观点 也不完全正确 因为在这个里面 其实更重要的是 让人 让基督徒 可以在通过婚姻当中的爱 信 能够体会到 上帝跟我们的爱 所以基督说 我们跟基督的关系 教会跟基督的关系 就像什么 夫妻的关系一样 但是今天我们的社会 发展有点畸形 很畸形 畸形到什么程度 就在中国的社会当中 很多不正常的事情 已经变成正常了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 大概是10年的时候 我就记得我在这个地方 我讲完道 从上面下去 有一个太太就上来找我 她就跟我说 李牧师 你要为我祷告 我说为什么 祷告 她说 我马上要 明天就要离开中国 去到另外一个国家 跟我的儿子在那里读书 然后呢 她说 我的先生会留在这里 所以请你为我祷告 哎呀 我说姊妹 你知道我刚刚到中国嘛 10年嘛 我09年10月份到北京的嘛 对不对 我10年 我就说 我都傻眼了 我说 可以这样的吗 她说很正常啊 她说这里的人都这样的 一方在中国工作 另外 妻子或者丈夫 或者带着孩子 就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啊 然后呢 他们每年大概 见个一次到两次面 或者多一点三次四次 但是长期是分居的 对不对 我说 我这很难跟你祷告 我说你这样做 是根本是违背圣经的原则的 我又没说错 但是呢 在中国好像 这个是很正常的 是不是 我说 我说姊妹啊 你知道吗 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你是把你的先生 放在一个很大的试探当中啊 而且我说 什么是婚姻啊 婚姻是 你们两个人 在一起建造你们的生活啊 所以我说 我说我不能跟你祷告 那我也蛮傻的一个人呢 我真的跟他这么说啊 后来我看到他开始哭 哎呀 我就忍不住了 我说对不起 我说我还是为你祷告吧 你不要笑 真的是这样 我告诉你 这是我一生当中 最难的祷告之一啊 我一生当中最 因为我觉得这个祷告 我明明知道 他做的事情 是跟我们的信仰 跟圣经的总原则 是完全对立的 但是我必须为他祷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可能 今天很少 所谓的eschatological sister 或者是spiritual eschatology的 受这种影响的 属灵的末世观影响的人 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我们常常在practice 在实践 我们不跟我们的配偶在一起 那么我们要有婚姻干什么 那你说我们家庭要钱啊 要有钱生活啊 要有钱生活 你就可以破坏你的家庭了吗 所以这些问题 都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 第二个方面 保罗接着说 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带妻子 妻子带丈夫也要如此 妻子没有权柄 主张自己的生子 乃在丈夫 丈夫也没有权柄 主张自己的生子 乃在妻子 夫妻不可彼此亏负 除非两情情愿 暂时分房 为了专心祷告方可 以后人要同房 免得撒旦趁你们 情不知己引诱你们 在这里面讲的第二个方面 就是婚姻中的本分的问题 他说 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带妻子 妻子也要如此带丈夫 执意啊 执意的话 就是丈夫应当归还妻子 应当得的分 这个合一之分 也就是应得之分 在原来文字当中 希腊文的意思是在 也就是说 当夫妇结婚之后 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 这种性方面的一种关系 是相互的 而且是一种债 或者是一种责任 或者一种义务 或者是一种权利 在这个里面 但是呢 在这里面你会看到 保罗是有原因的这么说 因为第三节 我刚刚说的 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带妻子 妻子带丈夫也要如此 是一个命令 保罗是个命令 不是商量 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是命令 他命令的原因是什么 四个方面 第一 是第二节 我已经提到 是为了避免淫乱的事 第二 妻子没有权柄 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丈夫 丈夫也没有权柄 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妻子 第三 夫妻不可彼此亏负 第四 免得撒旦引用你们 情不自禁的时候 引用你们 这就说到 夫妻双方的权利 是对等的 你看到保罗 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两千年前 保罗已经占成 男女平等的 在这里看到 是没有 他没有说 在这个里面 他没有说 夫妻关系当中 是男人中心的 没有 他在这个夫妻关系当中 没有说是男人主导的 没有 在性这个关系当中 也不是说是男人控制的 都没有 而是什么 是相互的 是平等的 是完全彼此的 我想在这里面 你要记得一个重点 这里在谈到夫妻关系 不单单是性的问题 是同等的 平等的 相互的 其实一切事情 都是平等的 在夫妻关系 相处当中 一切都是平等的 做家务是平等的 不要以为 只有女人应该做家务 男人也要做家务 我太太烧饭 我要洗碗的 真的 当然有的时候 我工作忙了 当然偶尔可以做个借口 但是不可以长期了 然后呢 保罗说 不可彼此亏负 除非两厢情愿 暂时分房 我要专心祷告 之后 人要什么 同房 免得撒旦 趁你们情不自禁来引诱你们 在这里面 保罗讲到什么 一种情况下 可以在婚姻里面的夫妻 暂时没有性的关系 就是祷告 他这里说到 是祷告可以分房 暂时分房 他说暂时分房 我要专心祷告 第二 需要双方同意 除非两厢情愿 他说两厢情愿 在希腊文原文当中 是symphony 是交响乐 symphony 懂吗 希腊文这个词 symphony这个英文 就是从希腊文来的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什么 你们两个人什么 要一起协奏的 你要两方面都同意的 也就是说 一方不同意什么 是不可以的 真的 然后呢 这里面就带出第三个原则 同房 我没想到 我后来分析下来 就是这个意思 同房甚至优先于祷告 没有看到 同房甚至优先于祷告 所以在这里面 让我们看到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什么 创世纪第二章讲得很清楚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而且两人合为一体 两人合为一体 有没有看到 两人是一体 什么意思 你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一体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部电影 是十八世纪的 十九世纪的 十八世纪的一个 英国的民族改编的 你们不许笑 我先跟你们打招呼在前面 我们不是在讲 不许笑 然后结婚之后 一对年轻的夫妇 结婚之后 他们都基督徒了 结婚之后 结婚之后 然后那个女的就很不高兴 就跟她的父母 跟那个男的父母 也跟自己的父母兄弟 说控告她丈夫 说她丈夫是禽兽 怎么禽兽法了呢 因为这个当时的教育 就是说 那个女孩子 在结了婚之后 可能就是 夫妻生活 就是彼此牵手 彼此牵手 你懂我意思吗 花钱月下 淫私作对 这就是夫妻生活 这当然是一部分了 这是毫不可缺乏的一部分了 对我来说也是 但是她不是就这些的 还要是 你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后来那个闹得不可开交之后 结果就被迫要离婚了 离婚之后 后来发现 这个太太是处女 所以我们对婚姻当中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而有一些观念 可能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夫妻生活 当然今天我们已经不是这样了 今天我们很多年轻人是发而畏 你们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 对不对 昨天什么日子啊 昨天什么日子啊 519对不对 我看很多人在结婚 对不对那天 我就 我一看最少五六队人在结婚 我跟我多少有点关系的 看五六队 我就不懂 我就问他们为什么 我就分别问几个弟兄姐妹 我说为什么 没有一个人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有人说 因为昨天是哈利王子结婚日 这个 这个Prince Harry结婚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那有人说 有人给我答案是很 政治正确 神学也正确的 他说因为礼拜天要聚会 所以礼拜六结婚 我是很喜欢这个答案了 但是anyway 这个我说是519啊 后来有一个人给我答案是 他说519是 他说因为我要久 我要久一点的婚姻 所以叫519结婚 但是有人就说 不是啊 519的意思就是 没有一个久啊 519啊 519啊 我说 哎呀 今天的答案是千奇百怪啊 对不对 实际上是让我们 可以拭目以待 看519结婚的 不管是 不管是哈利王子 还是我们教会的 阿尔法的 对同工信任 还是我的这些朋友们 国外的也有 国内的也有 我们要看看 其实时间就能够 让我们看到 婚姻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但是 很简单的 如果我们在婚姻当中 不是按照圣经 所设定的这些原则 去生活 去实践的话 我敢保证 你的婚姻 不管是519 我要久 还是519 可能真的不能久 保罗在这里 让我们看到 夫妻在这个 婚姻生活当中 那些很重要的一些因素 但是很多时候 被我们忽略了 比如说 比如说 信 是彼此的 而不可以作为 一种作为 另外一种的 要求 或者是威胁 要不要听个故事 要听啊 OK 我28岁 去牧养教会 28岁 跟他们小伙子 差不多年纪 那傻乎乎的 我也不懂啊 什么都不懂 就跑去牧养教会 跑到那个教会里面去 不久就发生一个事情 我就发现 这个夫妻常常吵架 后来吵架 这个牧师要辅导 哇 我什么没有结果 混的人去辅导人家 我怎么搞错啊 那我一听 我就头都炸了 哇 我该怎么办 什么事情呢 原来呢 他对夫妇呢 在儿女的教养问题上 意见很不一样 这个爸爸觉得 是要按照国外的生活方式 他说我们是华人 我们在国外 应该按照国外的生活方式 去教养儿女 这个妈妈呢 是东南亚人 这时候我们要按照 华人的传统 很保守的传统去 那个 哎呀 意见很不一样 一旦发生 纠纷了 一旦发生纠纷了 这个妈妈马上就拿出 信来威胁丈夫 就说 哎 你这样 好 我不理你了 你不要碰我 真的 我告诉你 是不是这样 我讲的是不是事实 那么好 结果呢 就搞了头痛了 就跑来找我 我听脑子就炸了 我天哪 神哪 我怎么去帮他们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呢 更离谱的 那个太太 还有威胁丈夫 她说 你知道吗 前段时间 刚刚瑞典 那个兵团司令 给判刑 因为她强奸太太 你敢碰我 我告你 我叫这个罪典政府 把你抓起来 我告诉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基督徒啊 基督徒啊 这婚姻一定问题 一定是千疮百孔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到 保罗在这里说什么 婚姻的原则 信不是索取的 是给予的 信不是什么 是我要怎么样 不是男方要求 怎么样怎么样 也不是女方要求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而是什么 我把我自己献给你 是因为什么 你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我把我自己献给你 因为什么 我跟你是两人合为一体 我把我自己献给你 是因为什么 这是上帝 让我恋慕你 那前段时间 有人就跟我说 有人跟我说 他说牧师你知道吗 谁谁谁 老是在外面说 在国外说 说他离婚是我支持的 哎呀我想了半天 我说我从来不 我想我做牧师二十年 不多了二十年 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 我几乎没有 我几乎没有 鼓励过任何一对夫妇离婚 包括那对 我说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 那么 他说哎 为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你到底讲的是不是事实 他是不是到处 到底是不是这么讲 我说我不知道 但是我说通常情况下 按照一般的原则 我是不会鼓励夫妇去离婚的 但是我也希望夫妇 可以在婚姻当中 可以持守圣经的 很多方面的原则 除非 除非 我说在一种情况下 一种情况下 就是 他们中间有第三者插入 并且 其中一方的生命的安全 受到威胁 那就很难讲 那已经是法律的问题了 那不是这个道德的问题了 甚至如果有 生命都受到威胁 那就没得讲的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们 你看到保罗在这里讲到 什么 婚姻当中 这种 彼此的这种爱 彼此的这种接受 彼此的这种权利 是婚姻中的本分 而这个本分 是我们应当给的 为什么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耶和华是在男人熟睡的时候 从他身体里面取下了那个肋骨 做成了一个肉 把它合起来 这个被称为是女人 对不对 真言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 五章十五到十八节说 你们要喝自己池中的水 饮自己井里的活水 你的泉源岂可 一丈在外呢 你的河水岂可留在街上 唯独归你一人 不可与外人同用 唯独归你一人 不可与外人同用 讲得很清楚 就夫妻这种之间的 这种性的关系 彼此的 不能够跟别人分享的 这是圣经的原则 所以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的夫妻生活变成什么 我们的夫妻生活当中 常常变成中美贸易战 对不对 今天好像新闻说谈成了 对不对 之前全打脚踢 美国人对我们全打脚踢的 对不对 我们也不省油啊 我们的灯也不省油嘛 对不对 要不要多讨价还价 今天如果我们的婚姻生活 或者我们的夫妻生活 变成了中美贸易战 那就是有问题的了 对不对 我们应该是如何看到 我们的对方的需要 我们今天的 把我们自己怎么样 献给我们的配偶 第三个 第三个 婚姻的自由 保罗说 我说这话 原是准你们的 不是命你们的 你知道你们的 这三个字是中文加上去的 原本没有 我说这话原是准 不是命 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 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 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那样 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说这话 保罗说什么 之前 前一节说什么 暂时分房 为了专心祷告 我说这话就是 你们要暂时分房 为了是要专心祷告 这个话 原是准你们 不是命你们 逢像在他的圣经里面 是翻译成 是对你们的让步 而非对你们的命令 那么这些圣经 其实 综合起来的理解 可以说 我 对你们说这话 应该是你们的一项共识 而非一项命令 在这里面 他实际上是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 在夫妻的 共同的夫妻的生活当中 产生的这种harmonie 这种性方面的这种和谐 应当是一种共识 应当是一种什么 像交响乐的一种共识 而不应该是一种 用一种圣经 或者一种 所谓的属灵的命令 来迫使你们的 所以他说 这是准 不是命 但是呢 他说 我愿你们众人像我一样 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 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那样 这样跟那样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如果这些圣经 用今天的话来翻译的话 就是说 我愿你们众人 我愿意 哥林多教会所有的人 都像我一样 对不对 个人领受了上帝的恩赐 什么恩赐啊 就是有的恩赐是结婚的 有的恩赐是什么 不结婚的 有的恩赐是单身 独身的 有的恩赐是有配偶的 所以呢 结婚与否 实际上是上帝的恩赐 你没有结婚是单身的人 你们是独身的人 这是上帝的恩赐 但是你们如果 已经结了婚的人 你们也是什么 上帝的恩赐 这里接圣经里面 信息很丰富啊 有没有考虑过 保罗有没有结过婚啊 保罗没有结过婚 我告诉你 保罗没有结过婚 他就写不出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否则就有问题 我真的有跟你讲 我不是乱讲话 我有圣经依据的 你如果仔细看 《使徒行传》 看保罗的生平的时候 你会发现 保罗是什么 是犹太人 是变亚林自派的犹太人 而且是什么 法利赛人 对不对 而且是工会的会员 就是Sahidrum 什么意思啊 他的国会 就是犹太人的国会的会员 这个国会里面 才七十多个人 他是其中一个 很厉害 很牛的 这种人通常是结过婚的 为什么 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 你如果到二十岁 你还没有结婚 我告诉你 你被看成是不正常 今天除外 今天不是 今天你四十岁没有结婚 你不用担心 我也没有叫你结婚 但是保罗 非常有可能是什么 根据这段圣经 你看吧 你们愿意众人像我这样 领受恩赐 我已经讲过 这里不是说 有没有结过婚的问题 这里的point是 在婚里面有没有 性关系的问题 保罗说 你们愿意众人像我这样 他怎么样 他当时讲这个话的时候 他是独身 那么他太太在哪里 几种可能性 如果他曾经真的结过婚 我告诉你 保罗非常有可能 在他信主的时候 他太太离开他 因为什么 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 一个犹太的拉比 一个法利赛人 这么一个伟大的scholar 一个学者 突然去皈依到基督教 跟着耶稣走了 我告诉你 这是被整个族啊 会要赶出去的 所以保罗实际上是 面对了 被他整个的族群 excommunicate 怎么讲 用天主教的说法 就是绝乏 把他赶出教门了 所以非常有可能 他的太太 就是跟其他犹太人 是一样的 就把他赶出去了 这是一种前提 一种可能性 那还有一种可能性 你也不能否认 有可能的 他太太过世了 他太太可能过世了 我为什么这么讲 很清楚 如果你看 哥林多前述第七章 你讲 看到他讲到 男女之间的这种关系 不可能 他像你们那么单纯 对不对 真的 所以在这里面 让我们看到 保罗是非常有可能 结过婚的 但是 他是什么 他是有单身 恩慈是毫不可 否认的 我曾经讲过 这段圣经 曾经被天主教的 神职人员 认为是什么 神职人员首单身的 圣经依据 的确到今天 你如果跟 天主教的神父们 有些接触 就像我在瑞典的时候 我有一次 组织一个婚礼 我有一次 跟一个神父 一起组织一个婚礼 那很清楚 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男方 这个男孩子是中国人 是我们教会的 这个女孩子是瑞典人 他的安孔 他的叔叔 就是一个神父 那我们一起 其他组织婚礼之后 我之后跟那个神父 有很长的探讨 关于什么 谈什么 Celibacy 读生的问题 你就会看到 的确有一些人 他们是什么 是有单身 或者读生的恩赐的 而且保罗也说得很清楚 我愿你们像我一样 但是你们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那样 一个是守读生的 可以 可以单身的 另外一个是不能单身 不能守读生的 那就是结婚的 他这 讲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但今天的这个社会 已经发展到一个 非常非常 复杂的阶段 我告诉你 讲这段圣经 我也头痛了很久 第一个 我不知道今天 这篇道讲下来 大家会接受到什么程度 第二个 就是接下来的 整个哥林多前书 第七章 都是在谈这些问题 可见 保罗拿出 一张圣经 来专门谈婚姻的问题 谈性的问题 可见这个问题 今天 对今天的意义 也是非常重大的 比如说我们在瑞典 我们的复杂程度 已经远远超过了 超过了什么 当时的保罗 在瑞典有一个名词 叫散博 我想在瑞典生活过的人 就知道 散博的意思就是同居 不稀奇 这个词很理解 这个就同居 在瑞典是合法 在中国是非法 所以有人问我 你怎么不讲 那个同居的问题 我告诉你 保罗因为在这段圣经 没有处理同居的问题 所以我不会花很多时间 在谈到底基督徒 可不可以同居 我没有时间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有一点肯定 在中国政府的眼中 中国宪法说 同居是什么 非法 你想想吧 你自己去想吧 连中国政府 都是非法的事情 你还在做 那我还有什么好讲的 不用讲圣经了 我们不讲圣经 属灵的原则怎么样 我们不讲 我们都不需要碰到圣经 我们单单从法律的角度去讲 对不对 你们不是还在做吗 对不对 那瑞典不是 瑞典三不是合法的 但是瑞典现在还想出一个新的花样 叫塞布 塞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男女双方 结婚的 但是不住在一起 因为很多原因 因为财产的原因 因为他们过去婚姻的原因 因为其他很多很多 社会问题 他们不住在一起 所以整个社会现在变化的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程度 但是呢 塞布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还是女权主义的兴起 女权主义的 但是你知道这些问题 最重要的错误在哪里 最重要的伤害在哪里 就是婚姻当中 一旦是以自我为中心 你的婚姻一定失败 你的婚姻你记得 弟兄姐妹一定记得 记得记得 不管你现在的婚姻状况如何 如果 请听我说 我真的请求你们 现在打开你们的耳朵 刚刚你睡觉 我不怪你啊 我们的灯光很适合我们休息一下 我也知道 有些弟兄姐妹跑到这里来 才能睡得早 你知道吗 可见我们 我给他的安全感多么大 你知道吗 真的 现在听我说 婚姻最大最大的伤害 是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 如果你要更新你的婚姻 如果你要重新 使你的婚姻 有一个新的将来 如果你要按照圣经的 教导去生活 如果你要你受洗之后的生命 有一个完全的将来 请记得 请记得 千万记得 不要自我中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